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2024年的长期 那今天想要再讲多一次 六祖堂经 道师信物 不是因为打着才可以开悟的 就是心开悟是最重要的 那因为我们常常 住在那个身 住在那个心 道是从心开悟的 不是因为打着 得到开悟的 每一个宁愿 都是不同 有区别的 好像洞山尝试 走过一个桥 然后我看在下面那个桥 水流 就看一看 听到一个声音 都可以开悟 听到那个应乐都可以开悟 好像是在牟尼佛 坐在菩提树 第四十九页 看到那个星星 然后就开悟 那就有区别了 各种各样 但是 但是因为已经得到功夫嘛 才可以开悟 那这样说 不是说 打着 不能开悟 那因为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 参禅的功夫 那我们要领会得到 主事的意识 好像佛陀的 比如说 相信我 但是不晓得 不理解 我的话 那就是诽谤我 那佛陀的意识 就是说 我们怎样可以领会 得到佛陀的意识 不用追求 语言 追求名 追求向 向外跑的 就是错误了 一直追求那个 执着 知识的定 我们上次是 唯利强识 都说 有很多人 跟着我参花筒 很多年 亲近我 很多年 但是不能理解 不会得到 不领会得到 两次 就是花头的意识 解释 就是对的 就是好像说 好像 花就是 讲花的花 头就是 头线的头 就是没有 语言 之前 就是花头 其实没有 一面 生起 就是花头 然后我们的意识 它很灵动 变那个 花头 变成一个 一个 一个 东西 来做 来想要 晓得 那就是 如果这样 想的话 我们参的话 都是参花味的 因为我们的意识 它太灵动了 梦中 那无明 的根本 我们不敢放下 那时候我们实行 参长 一些 大成流语经 佛读 主书的一路 都是指出 那个错误 让我们可以改变 一直改 改到 最终 完全少掉 清津 这是开悟的 时刻 假如说 我们不听 不学 不掺学 不应用 下功夫的话 那就是 无明极了 无明得狠 佛陀已经说 经经 就是三师佛 已经经过 这个般若这条路 来 征果 的道 开悟得到 就是 就是 般若 然后 我们 唯利强诗都说 我都很 新荣 都很 幸运 碰得到 遇得到 这个真法 那 我都想要 其他人 一切 众生 都 好像我 心荣 幸运 得到 这个真法 但是 但是有很多人 逆人 不逆法 的 反对 反对 四义 佛陀教我们 的四义 大层流 已经 佛陀 佛陀教我们 佛陀教我们 四义 佛陀教我们 四义 义法不义人 义知不义识 义知不义识 义语不义语 就是我们 现在 常常 一起 那个花头 有疫情 那就 开始 离开 那个花位 就是 喜怒 哀恐 的地方 分别 晓得的地方 如果 把持着到 疫情的话 那个晓得 就没有了 疫情 就是离开 花位 走到花头 到花头 那个 医疏的条路 就 中了 就没有路 没有路 走了 所以老 好像是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 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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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里面 就是 这个 那里面 那就是说那个连续 连你 到那个地方 到那个时刻 到那个功夫 打成一个谜团 它会自动的 那时刻 开悟的时刻 好像主持人说 好像我们把一个 大的石头 放在水下面 它就一直 掉下去的 我们不用 做什么动作 它会自动 那在 参主持人的 方法那本书 十个条件 就是巩固我们的性救星 然后我们要应用 要跟着规矩 帮助我们 实行得到 有性救星 和其余情 那参常的中觉 就是从仪到物 仪就是 般若 那我们要靠 佛陀 千文 结局 就是般若的方便 不是 无明的方便 无明的方便 永远 不能开悟 要应用 般若 方便 才可以开悟 般若 自信 那 光焦 般若 就是 瘀请 那我们 常常 首先 要领会得到 花头的意识 要领会得到 忠者 仪 而物 的忠者 那领会得到忠者 那一直走 往前走 那好像我们已经 领会得到 般若的意识 然后一直 观焦 佛陀 所以说 行 身佛陀 教官 五蕴 皆空 度一皆苦 我们下功夫 就是说,以前还没晓得修行啊,人家妈我们讲那个不好的话,那我们就觉得很痛苦。 那就不同,然后如果没有修行,没有功夫的话,人家妈我们,如果我们执着,那是真,所以发脾气。 那如果有功夫,一直下功夫,一直提花头起瑜伽。 有功夫,人家妈我们,我们都晓得都知道,但是我们一直灌焦般若。 幻教般若,就是晓得生死,但是才最重要的,其他东西,其他事情,问题,无所谓。 我们做的东西。 就是 那我们说餐花头 我们想着最少最少 一定要你会得到花头的意识 才可以做公布 跟着真正的宗旨 主师 禅师 好像来主 都说 你们花眼睛 龙眼睛 金刚青 虽然你们什么都很熟 都晓得 但是一入堂了 进入长堂了 一字都不能用 一字都没用 所以如果具足性就行 利用功夫才可以离开那个所住 离开那个晓得 保着那个余颈 其实不能知道 因为那个疑就不晓得不知道的一生 如果紧紧拥抱那个分别 那就坐在一起 坐在一个地方 来主都说 你们想要 晓得我说的地方 但是我已经捡到 一千步 你们一步还没动 所以说就说那个 下功夫实行的地方 不是说那个晓得的地方 所以一直唱下去 一直提花头起余颈 好像念佛是谁 知己 问自己 问 虚老上都说很清楚 花头疑问 就是拐张 疑情就是走 如果我们拥抱那个执着 来走的话 那就是好像我们 拿上一个大的树头来走 所以要晓得 信救心和起余颈 我们靠每天听开书 听提醒 早上都说 都讲法 晚上都讲法 那我们修行是一个大色 大色情 要严肃 假如说在事件上 我们上学 要学很多年 十年 二十年 然后毕业了 要去工作 但是每年 或者过几年 都要 看学 都要 就是增加我们的文凭 才可以发展自己的 的工作 那我们的功夫都这样 不是说 现在我们已经晓得 已经够了 一定要开悟 想要开悟 一定要参参 参参下功夫的时候 一定要参学 参主是参方法那本书 第十个条件 要经济 要经济 老参的人 帮助我们 虽然是方便 但是都帮助我们碰我嘴 所以要 用心 用功帮到 用心参学 不用认为自己 已经了不起 已经居足了 那就是 返回 秘密 主是参 的宗旨 那参花头 一定要 晓得 那个花头的意识 那这样说 不是我们 去 故意去找 这个意识 花头的意识 去发展 那个之间 一直找 那个理论的话 都不能 理会 都不能 理解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 下功夫 用功帮到 好像发展 之间的话 如果 太多 热尖 而是不能 笑话 那就 不能笑话 那就危险了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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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 过程 但是你看到這個是南法的狀苦, 曾經說,當時有一個夥伴的狀態, 然後他把狀態的狀態 當時有一個狀態, 當時有一個狀態, 那些狀態, 當時有五人開放, 所以有 foundational一章, 大乘,佛乘,灵上法会的时刻,五千阿罗汉就离开法座。 就是我准备交这个珍宝,那因为他们不能笑话呢,这个珍宝,那就是我们今天分享,帮助大家一直下功夫,其实我们参长很简单,就是提花头请一请,然后要努力参学, 那我们探学,都要理解自己的能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程度,怎么样,就说在事件上都是, 自己去学校学,我们都要靠,老师都要靠,有知识的人来帮助我们,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现在是文化时间。 谢谢。 现在是有一位女士,有疑问 请师父开始我的功夫 在打桌餐餐的时候,我觉得身体很热,非常热 当时我的心有点散乱 然后记得师父的开始,他都是忘心了 然后我就提那个花头,语问花头清楚明白明白明白 然后刚才跟着大众一起打桌的时候 都觉得身体很热 那请师父开始这个情况 我们常常完全返回习气 无名执着无死到现在的习气 那一切环境进阶 或者情况 跟着科学,比如说 因为那个心理和身体没有相应 那就是反应 那个心理和身体的反应 有时我们觉得很害怕 那就心脏跳得很厉害 我觉得害怕的时候都出汗 但在一个时代提到混合 就用这种面子 你没有声音 就是说 你没有想到 和我泥套 或者你不知道 你没有声音 就是 比如说 一位学生 他用功 用心读书 他会集中在他的功课 然后他都会觉得头很胀 头疼脑胀 那我们常常都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还用力 所以主是说越少 用力越好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在做医的 在我们常常还没开悟 那我们就还练习的 如果开悟的 就是真实修的 那现在我们还没开悟 就是在实行 就是现在我们还在旺秀 派悟了就是真秀 那好像以前我们开始打桌的时候 觉得脚很痛很疼 多15分钟20分钟就受不了 然后我们就逐步练习 然后他就逐步就没有 打桌 把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 感觉 但是后来那个昏尘回来了 一座箱 就是睡了 哇 词 有人看到他们打桌 看出来就很厉害 看得很很好,但是都是用力的。 我现在纲明是 顺君皇帝 印出来那个纲明是 玉隆果施, 然后交出来一个规定, 后代的皇帝每年都要进入堂堂来修行。 然后在康熙, 康熙的时代, 把他进去打桌, 然后被围络师父打了一个箱。 虽然是皇帝,但是都要跟着长堂的规矩。 我不敢说什么,不敢想什么。 然后开经了, 就进入跟着 谈主 说,为什么刚才维络师父就打香吧? 如果没有理由的话,那就被罚了。 然后这位维络师父,他说, 当西皇帝刚才打桌的时候没有修行。 虽然是打桌打得很好, 但是没有功夫, 一直想在皇宫里面的美人。 那位维络师父就是已经艰辛的人, 所以可以看得到, 康熙皇帝的那个心意。 。 功夫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真心, 不是在香上面, 或者在分别心上面。 以及帮助我们扫掉那个执着。 那在我们心里, 身体的情况, 都是随期 自己 调自己的功夫。 如果妄想多的话, 那就我们慢慢 一步 慢慢 问一字一字, 问清清楚楚。 如果问成多的话, 那就 问快一点。 那这样说就是一个方便, 我们要自己调, 就是要有真实 想知道, 但是不能知道那个移情。 那假如说我们调了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就是很想去找到那个东西, 一直照顾那个东西。 碰到谁都问, 碰到谁都问, 看到我的东西在哪里。 就是一直想到那个东西。 那就说, 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 这个是一个例如, 要注意, 我们参就像参花头, 不是参花肉。 什么, 心或者身的障碍, 都不用理, 一直回到自己的功夫。 如果, 身体热, 身体冷的话, 它会再, 正常了。 那就一直提问话头, 请一请。 时间到了, 正在去吃早餐。 南无本事, 谢谢莫尼佛。